大家看這條片的話,一定聽了不少人說很多很嚇人,很多人害怕的副作用 那有什麼副作用呢?我接著就說了 一些比較輕微的副作用,比如有些人覺得吃了頭尺,頭暈暈 有些人覺得大便,有些便秘 有些人覺得有些肚子餓,性慾消退 甚至有些人說會令男性性功能有障礙 不過大家不要忘記,醫生叫你吃他丁藥物的話 多數評估過,究竟十年之內有心臟病、心血管病的風險有多大 一般來說,風險要有這麼大才會叫你吃藥 風險低就不會叫你吃藥物 有時候吃不吃藥這些決定都是一個權衡輕重之後的決定 沒有說一定好,沒有說一定差 完全沒有副作用的藥物 跟這個大同社會一樣,只是存在在我們的幻想裡面而已 心血管疾病可以預防到,有些比較輕微的副作用 就是一件很無奈的事 有些人會嚇你,會令到男性性功能障礙 這件事有所相確的,甚至我都看過有些報告 就說他會幫到性功能障礙 就是有些正面的幫助 所以其實就沒有定論的 哪些是嚴重的副作用呢? 其實就是嚴重副作用 主要影響到肝和肌肉的問題 那我講肌肉的問題 不少人可能看片太多 經常都說會影響你的肌肉,肌肉痛 都見很多人吃完這些他丁藥物之後就說肌肉痛 有時候吃了這些藥物真的會令到肌肉酵素升高了 但這些酵素升高很多時候都是升高少少 那如果你停了藥物之後,它是可以逆轉的 那你說不是喔 有些人說吃了會令到肌肉溶解會死人的 那這種情況我們叫做滑度myolysis 那就是說肌肉就真的好像溶解那樣 就是溶解了之後,那些分子就流到他的血那裡 跟著經過腎流走,就弄壞了腎,會腎衰竭 風險有多高呢? 譬如說當10萬人吃他丁藥物,吃一年這樣計算 那就大概有1.5個人就有這些情況 風險其實相當之低 通常就是你吃的份量要很大才會有這個風險 那至於影響肝呢 如果影響肝呢,譬如吃了他丁藥物 一般來說,他丁藥如果你的肝是有病 即是現在又是發病的話 一般就不會給他丁藥物給你的 所以那些醫生呢,通常你開藥之前呢 就會驗過血驗,驗你的肝功能有沒有事 那你的肝功能沒有事呢,那就才吃的 那大家要留意喔,我強調你的肝是發緊的 那舉個例來講,香港很多人有這個肝炎帶菌的 肝炎帶菌很多時候都是肝的病毒 在靜止狀態就躲在肝那裡 它又沒有造成什麼破壞就躲在那裡 睡了覺這樣,那你的肝就沒有發緊的 那你的肝酵素也正常 那這樣的情況呢,如果吃他丁藥物是OK的 那怎樣不能吃呢,即是你肝炎帶菌 即是現在發緊出來,病毒複製得很快 令到肝酵素升高,發緊炎的話 那就最好不要吃了 那當你的肝功能是沒有問題 那麼有小部分的人吃了這些他丁藥物 那肝酵素是會升高的 大部分這些個案是沒有病徵 那也升高的程度也不是很嚴重的 那這些情況,就算你繼續吃藥 不減過藥,它很多時候慢慢都會降低的 那如果你說升高的程度升高 那你停藥,它也會降低的 那換句話說,也是可以逆轉的 就不會有些長遠的,對你身體有什麼破壞的 那我想你也聽過,有些人跟你說 不是呀,會肝衰竭的 那肝衰竭呢,就說肝的功能 就完全破壞了,沒有了肝這樣 那這個機會率有幾高呢?就是一百萬分之一 那我後來提到一件事 就是有些他丁藥物,醫生會叫你臨睡才吃的 那哪些要臨睡吃,哪些不要臨睡吃呢? 那原理是什麼呢? 主要的問題就是我身體製造膽固醇 就是肝製造膽固醇出來 那最活躍就是在臨天缸的時候 那一些舊的膽固醇藥,舊的他丁藥物 例如Sympha statin,Soka,Pravastatin,Lovastatin這些 那它就留在身體的時間比較短 那如果你比如說當你早上吃了的話 到了晚上臨天缸的時候 那些藥物在你身體製造膽固醇已經很低了 偏偏那個時候肝製造膽固醇出來 那就沒用了 那所以如果你吃Sympha statin,Lovastatin,Pravastatin這些 舊一些的他丁藥物就要臨睡吃 新一代的藥物,比如Libito,Etovastatin,或者Questa,Vosuvastatin 那這些新的藥物留在身體時間比較長 那所以你就不需要說一定就臨睡先吃 那不過你每天都要那個時間吃 當你早上吃的,每天早上吃這樣 那基本上他丁我想說的都差不多了 那希望大家就可以看這幾集 了解了這些藥物再決定究竟吃還是不吃 那YouTube的朋友呢,如果你還沒訂閱的話 記得按個訂閱鍵,按個鐘仔才走 那你訂閱的數量都可以40萬賣進的了 那我們也有Patreon這個平台 Patreon也有更多這些很有用的醫學影片 那會員每段影片都可以先倒為快 多謝大家,下次再見,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Downton A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